皇上, 萬福 貧州未能及時遠刑 請輸死罪 方丈免禮 方丈, 朕這次來是有一事相求 皇上少休心, 請坐, 先請茶 好 皇上請茶 好 皇上歸為一國之君 而大堂正在鼎盛之時 郭泰民安, 皇上為何 忠心忠忠, 皇忠不安 方丈, 實不相瞞 朕被龍鬼索命 引致日不能安, 夜不能眠 龍鬼為何向皇上索命 此事說來話長 要由朝中大臣 陰天鑑台正先生 袁天剛講起 他有一個叔父, 叫袁守成 是一個廖氏如臣的相侍 這個相侍真是厲害了 看他門開的人龍有多長就知道了 可是樹大就招風 這兩個惡史能登的主僕 經過的時候 一聽到這個相侍廖師如臣 就已經非常不屍了 果然一到尾前就唐風大作波 屠空擁風雲變色 那我就將網一收一看 果然嚇到整奴 嚇到整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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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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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事甚麼事 走開 你就是那個大言不蠶的袁守成 是不是 在下正事 你們是誰 看見袁大師竟然這麼大聲說話 這個江湖術士 竟敢誇下海口 說自己懂得天文地理 做大言不蠶 就能預察風雨之事 因為原來在下袁守成 並非大言不蠶 而是的確能夠預知天文風雨之事 是呀 袁大師說天程一定不會下雨 天音一定不會出太陽 閉嘴 混帳 天下間竟然有你 此口出狂言之人 我只不過實話實說 又怎麼算是口出狂言呢 廢話少說 你竟然說自己這麼厲害 阿威, 你敢不敢給我打賭 你想怎麼賭 你馬上起枕吧 不過明天天氣如昂 好, 明天時報運 智時百雷 午時下雨, 未時雨停 所得雨水一共是 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 你這個江湖術士 居然說謊不用管 連雨水有多少尺多少寸 你也能計算得到 沒錯, 假如明天落少一寸雨水的話 就當我輸 好 如果明天真是依你所說的 就算你贏了 可是稍有偏差的 我要你穿著女人衣服 逃之當奮 當家遊街市眾 假如明天輸的那個不是我 是原來你呢 我一樣扮作女兒身 那也算公道 各位街坊做個證 以免到時有人被捕倒 袁守成, 現在輸定了 我見過賀龍王 掌管一濟風雨陰情 你竟然當敢給我輸贏 你輸贏了 大王 大王, 外面有天庭氏籍求見 來, 請 是, 大王 荊河龍王接旨 申, 領旨 奉天戒獄弟旨意 荊河龍王於明日 臣時報暈 致時不累, 午時下雨 未時得雨水三尺三寸 跡旨 以潤澤長安八成, 接旨 謝玉帝 這次怎麼辦 閨城長, 怎麼辦 玉帝下旨了 大王, 請不休心 臣也有一個主意 還以為這個龜承相有什麼絕招 原來他教京河龍王 靜悄悄提早停雨 落小兩泉 但是這樣做逆天而行 不過龍王為了面子兩個字 竟然這麼愚蠢的事都去做 結果又怎麼樣 你這個妄言惡虎的妖人 妖言惡中的潑岸 竟然敢坐在這兒 還說是甚麼生神仙 龍王, 賭船子 你根本是孤名調養 那我特意來撐你的招牌 你會隨便離開處地 龍王便免你一死 嚴我一死 我看來這次死的那個 是你, 我龍王 你靠黑 你不用再虛張勝誠 你預算不領 根本是罪有應得 我勸你不要再轉彎抹角 諸多辯駁 誰罪有應得 龍王, 你應該心裡有數 是 你違反了玉帝的聖子 擅自更改時辰 黑扣赤傳, 觸犯天條 已經犯了欺君之罪了 天庭現在已經派了人曹官藝禎 來捉奶女光龍台斬首 難得大禍林頭 你也不知道 師兄神經妙算 我真是由眼分色泰山 竟敢出燃利龍 五環莫師兄我兩倆蝸牛 此事不計, 將要出手相禁 你教他小人 靖先生 慈乃天爺, 恐怕我都無能為力了 師父能夠動息先機 一定有辦法救我的 靖先生, 你…你賤賭吧, 救救我吧 為今之計 只有一個人可以救你同出此劫 他就是當今天子唐太宗 小學何解 你明天五時三一處斬 是由仁曹官偉晶負責責行的 他們當今的成相 如果你能夠向唐太宗討過仁前的話 我相信你還有一線心機 驚何龍王眼看著死到臨頭 唯有去找唐太宗求情 驚何龍, 這件事恐怕連朕都幫不了你 皇上真是見死不咎 皇上, 獨金之上 除了皇上就沒有人可以救我 豈不是皇上的臣子 只要皇上一開金口 他一定會以我的命的 龍王有所不知 魏興家他為人正直不孝 處是公正言明, 絕不信私 雖然在人間他是我的臣子 但是在天上, 他就是天神 這件事, 朕真的很難幫到你 龍上擇心人口 你一定要沈爸爸 求救我這個業神 九日神就可以僥幸保住性命 他人必定令四海平定 祝福白事, 免受水患之禍 好, 朕就答應你 最新劇集《易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看劇吧